為什麼你特意比特王頻道主拿出來 就是要弄到他身敗名裂 今天你燒書 明天你燒人 今天你告自媒體 明天就告你我他還沒有掌權 你今天就囂張成這個樣子 可是我看到國民黨現在這樣真的很痛心 就是我今天跟好幾個我們的工作團隊 合作夥伴都在聊 他們有同樣一個想法 就是國民黨這一次不但show hand 他說哈了 而且他把所有的未來賭在一個 根本不會當選的一個組合上面 show hand之後 你這是賭身家 我這樣講 你把所有的挺藍的KOL 所有的人一個一個拔掉 我這樣講 比特王以前挺不挺韓 挺韓 他以前挺不挺藍 挺藍 他也挺郭 挺來挺去 就是你吼吼挺不了 因為他每次剪了侯友宜的影片 就沒有流量 所以他沒有辦法挺吼 最後你們怎麼回報他 然後你要求他還要盲目挺你 不然我就告你嗎 比特王的真實身份 因為當年跟國民黨並肩作戰的時候 被他們知道了 他這一次為什麼要挑比特王出來告 為什麼 是要把他揪出來 因為他身份不方便曝光 真的啊 很陰狠的 我這樣講 人家是你戰友的時候 讓你知道他真實身份 長相 職業 結果現在一翻臉 而且還沒有翻臉 嚴格來講他只是做節目 馬上金普聰就指揮他底下這些爪牙 來告他 要把他揪出來 你今天要動到一個台的頻道 頻道主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隨便舉例 你今天對年代一個年代向前看裡面的上義夫講的話有意見 你告他嘛 你會一路告到年代向前看的製作人 年代向前看的主持人跟告練台生嗎 為什麼你特意把比特王頻道主拿出來告 就是要多弄他 他就是為了弄他 他要弄到他身敗名裂 今天你燒書 明天你燒人 今天你告自媒體 明天就告你我他 告一般的小老百姓的時候 還沒有掌權 你今天就囂張成這個樣子 我若是容許國民黨 如此囂張跋扈 那要怎麼辦 他想要弄到比特王家破人亡 而國民黨沒有掌權 還比民進黨更噁心 更惡劣 看他 你 你 好 還有 好 很多 希望